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要到了 在烤肉前要提醒您 像是红肉要先浸泡酱汁搭配蔬菜 有助于降低烤热产生的致癌物 烤肉的器材呢也要慎选 市面上比较便宜的烤肉架高度不到十公分 在水泥地或者是瓷砖地上烤容易会过热爆炸 还有哪些要注意的请看我们的报道 中秋节一到家家都飘着烤肉香 不怕不健康只要避开错误示范 烤肉也能吃的没负担 专家建议大家最爱吃的红肉类 像是肉片烤之前先浸泡酱汁40分钟 蔬菜类像是香菇角白笋 吃得要比红肉多有助于排解身体毒性 烤肉一定要先浸酱汁 不然它会产生很多的杂烦胺 这是一个致癌物 对红肉的烧烤 次数多比较容易造成胰胀癌 那如果你能加上一点 像这种含有维生素C的东西 想要吃的更健康 食材热量像是香肠甜不辣的热量高 要小心 选购烤肉架也要注意烤肉架的高度 距离太近或是在水泥地烤肉 就是错误示范 像这个烤炉它大概只有 距离地面只有10公分左右 它距离地面 因为我们的炭火烧起来都是几百度 要在一般的泥土地上烤 不要在水泥地跟磁砖地上面 就怕过热会爆炸 挑选泥地20公分以上的烤肉架最适当 烤网一旦烧焦也要更换 而烤东西的时候更别因为火不够大 边烤肉边煽风 烤肉小Pibo您学会了吗 界长一起升旋排台北采访报道